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一大早就有一家媒体独家报导了 从这系列太阳,Pixarabi,两个人在交往的消息 并公开了记者偷拍的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也在内容里报导 两个人是在一年前由朋友的介绍而认识 慢慢地发展成恋人关系的 这个消息马上就登上了热搜榜的一位 但是很快,SMU了就对媒体发出声明 否认了这个消息 两个人是因为一起合作专辑制作 而关系变得很亲近的前后背关系而已 并不是交往 对,两个人不是恋人关系 但是现在在韩国网路上 却因为这件事情网友们又愁起来了 在SM的回应后,很多网友们留言表示 不能说SM的立场就是对的 要听听Tian Labi本人的立场 官方声明不是就是不是吗? 哇,果然都是SM的农历们啊 那个照片里的场所是工作室的话就不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家呢? 不过被拍了照片 SMU了还否认的情况也是第一次 所以很神奇 刚开始因为太突然没有相信 但是看到官方说在彼此的家工作 就觉得非常可疑 是因为照片看起来也像是 真的只是为了工作见面所以先否认的吗? 很担心这样以后又被拍出 圣诞节早上就去Tian的家 本来就不像是为了工作而像是恋人 如果是工作 为什么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呢? 就连经纪人都没有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留言表示 说不是就不是啊 这是神经病吗? 一直在那里说就是就是 生命不是就觉得那样就好了 干嘛要这么执着 该承认的就承认吧 说这些话的人 脑子里只装的乌龙面面条吗? SMU了应该没有否认过恋情 只是这次否认了 你们竟然还说 谁看都是真的还否认 你们只是想要看到自己想看的结果而已 是真是假 当事人说不是就该相信啊 他们又不是犯罪了 反而是私生会被强迫公开的 受害者不是吗? 干嘛要当成是真假游戏来玩? 不相信官方的否认 却相信偷拍的照片? 说没有交往就那样知道就好了 你们干嘛要生气? 心里真的很别扭 以为是真的还很高兴了呢? 有点遗憾 其实在今天早上 一开始爆出两个人消息的时候 通过网络上是一面倒得非常正面 而在SN娱乐对媒体回应之后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相信跟不相信的网友们之间在争吵 不过没想到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记者们也在跟拍艺人们 不管怎么样 《存在系列》中我最喜欢的Tayang 《Pix》中我最喜欢的Labi 希望两个人的友谊能继续 2021年都能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整理的 Ciao的样子非常甜美的idleman 并且有些不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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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ã 1 2 5 4 7 4 5 5 6 5 5 75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